今天就是響應英國有一個組織叫Stop the War 它號召今天全球所有團體 或是反對戰爭的人 都是響應Global Day of Action 可以Stop the War 我們也是同樣在3月6日這一天 也是響應它的號召 跟全世界一齊的所有愛好和平和反對戰爭的人 一齊來到這裏就是要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以及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片撤出烏克蘭 亦都所所知就是俄羅斯在2月24日 即是在香港2月24日侵略烏克蘭 這個戰爭亦都造成了很多商務和人道災難 如果俄羅斯以它藉口無論它任何藉口去入侵烏克蘭 都只會造成一個非常之壞的案果 我們是抹制政治只會變成強權 可以弱肉強食 即是以它的邏輯以它的原因 不斷去略奪小國 我們今天也會來到 俄羅斯領事館所在的 新鴻京中心商場是示威 我們走過去商場門口 即是一個正門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示威行動 我們現在是開始的狼狼 我們現在是開始狼狼 我們現在是開始狼狼 俄骨滾出穆克蘭 譴責俄羅斯侵略行徑 起勇強團 若育強勢 國際政治輪強度邏輯 國際政治輪強度邏輯 這裏是香港俄羅斯領事館所在地 我們來到這裏 因為禮拜六日俄羅斯領事館不開門 還有商場的保安爭論 那個電梯是不能上去的 禮拜六日會鎖電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總之不跟他爭辯 我們會在門口開示示威的行動 首先我們必須要聯繫聲明 寫文年每月都和俄羅斯陸戰 共和俄羅斯陸戰的人民 都很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我們非常同情烏克蘭人民所受的遭遇 他受到俄羅斯的侵略 我們是認為我們支持他們自我組織起來 去抵抗俄羅斯的入侵 我們也是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徑 無論土經說到他多麼大意乱言 又說到他有各種原因和藉口 在歷史和國際政治上 是尋求他入侵行徑的正當性 但這些全部都只不過是藉口 沒有任何藉口 是可以正當化一個國家 去入侵另外一個主權國家 帶給兩方人民無限的災難 到現在為止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 造成的平民傷亡和兩軍的死傷 全部都應該要算起土經的頭上 我們在這裡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徑 和要求俄羅斯立的無條件撤軍 不是在這個談戶桌上 在這裏面還想著怎樣去廣授 而是無條件地立的去撤軍 另外就是現在俄羅斯的做法 是相當可怕的 一來就是要核軍備的警備等級要升級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竟然噴鵝渣 就是要將炮火傾射去紮波羅爾的核電廠 這些全部都是會帶給人類一些更深遠的災難 他現在說要去訴求俄羅斯的安全 但是他這個侵略的行徑 只會帶來國際政治上面 在全球的地緣政治上面 是更加大的不安全不穩定 包括就是說他如果要制止烏克蘭的極右派 但是他這個行為只會令到 別說是烏克蘭 整個歐洲甚至北美的極右派 都會更加增長和抬頭 全部他做的事都是跟他的所謂指出的目的 是背道而馳 我們現在也要去說 就是我們也是支持俄羅斯反戰的示威 截至我們今天為止 我們根據OVD Info的數字 其實已經看到超過8000個俄羅斯反戰的示威者 是被普及政權強力去鎮壓去逮捕 他現在是每一天俄羅斯仍然都是有持續 在幾十個城市都是持續有示威 完全去支持和聲援俄羅斯的反戰示威 還有就是他們的訴求是相當合理 因為如果這個體制不能夠去帶來和平的話 他們的主張和訴求就是 他們會尋求另外一個可以帶給他們和平的體制 普京樂台 今天我們講文書連線就有一個聲明 就是我們就是譴責俄羅斯侵略 和軍滾出烏克蘭 豈容強權化行霸道 國際關係淪為重臨法則 我們聲援普克蘭人民 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軍 我們譴責普京 指導用阻止 普克蘭種族滅絕為特使 來正當化它侵入的行徑 但是沒有秘而不談在俄羅斯 同樣存在著極端右翼的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勢力 俄羅斯政府更加要恢復和化的政策 涵制境內少數民族受冒以教育的權利 更加打壓國內的反戰和反對派聲音 普京要為戰爭最後負責 要為俄羅斯民眾以及烏克蘭和俄羅斯兩軍的死傷負責 美國和美國主導的北約同樣都要為戰爭負一些間接的責任 美歐政圈和外交的圈已經很知道 不會正式接立俄羅斯成為北約成員國 是避免觸發和俄羅斯發生全面戰爭 俄羅斯在俄羅斯戰雲密布的時候 同時是北俄羅斯的國家 波蘭、俄馬尼亞建設新的軍事基地 都是將國勢進了澳國化 但是我們要強調無論怎樣都好 絕不能成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石頭 俄羅斯的所謂安全需求 不能夠成為抗欺激行徑的戰況美人 否則國際社會就只能為常權的無限衰索 國際社會強調降領土 若用勢動強監擺動 俄羅斯的俄羅斯只能制造 俄羅斯的俄羅斯和福建國 烏克蘭和國際社會 各位新闻家朋友很对不起, 因为本来想着不使用, 我继续读下去, 俄罗斯侵略只会使到乌克兰 和欧洲的右翼势抬头, 在以前未打算加入, 多个国家都纷纷转向, 例如长期中立的芬兰、瑞典、丹麦 也开始向美国驻军开登, 德国将军费提升到一百亿欧元, 俄罗斯侵略行径令欧洲全球地缘政治更不安全, 我们支持乌克兰民众自我组织起来, 武装抗争,组织民兵对抗俄罗斯的强龙, 在各个国家的主权我们觉得应被尊重, 各个民族的民族自权和各个境内的 少数民族权利都应受到尊重,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 包括乌克兰东部的外语人口, 我们支持及全面声援俄罗斯境内的反战示威, 即使普京强力镇压, 俄罗斯境内的反战活动仍然持续, 至今已超过八千人因为反战示威被捕, 俄罗斯境内国内的反战运动, 最终会令到俄军内部的士气低落, 令到普京的政治受到挑战, 在战争机器室去继续运转的功能, 俄罗斯左翼的反战原策会议有个决定, 他们说如果现在政府不能为人民提供和平, 我们通往和平的道路将是彻底改变 这个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 我们赞同这个主张, 我们要求普京落台, 我们要求俄罗斯停止侵略, 并且立即无条件, 武克兰撤军, 支持武克兰民众的自我组织, 武装自卫抵抗俄罗斯侵略, 要求普京停止镇压国内的反战运动, 释放被捕的人士, 社会民主连线3月6日, 俄罗斯停止俄罗斯侵略, 和军军军出武克兰, 和军军军出武克兰, stop evasion, stop invasion, stop bombardment, stop bombardment, stop massacre, stop massacre, stand with Ukrainian, stand with Ukrainian, anti-war activists, stand with Ukrainian, anti-war activists, stand with Ukrainian, anti-war activists, ok, erm, 默契关系难为重立发生, stop 默契人, 那就是一分钟, 那我们是对于今次在战争里面, 被待的俄罗斯的人民, sorry, 武克兰的人民呢, 我们是表示开道, 我们会准备一个一分钟的默契, and we have a one minute silent tribute, to those who are still involved, of the Ukraine, ok, so we will start now, 抵抗俄罗斯侵略, 贬抗俄罗斯侵略, 俄军军出武拉兰, stop invasion, stand with Ukrainian, 三个叫Kangang, 好, 本来是我们的, 今天是星期日, 我们为了响应以全球的晚节运动, 所以算是今天来,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把我们的意见直接去表达给乌克兰, 不,俄罗斯的领事馆, 我们现在将我们的牽丝物资, 就放在商场那里, 商场门口, 和平和反战的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都放下黄玫瑰, 亦都是用来悼念, 已经是伤身了的, 乌克兰的民众, 和交战的士兵,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是不会再有战争, 大国不会再因为自己的利益, 而是去策略, 或者是军事架, 另外一个主权部, 即是造成一部的, 地缘政治层的通特, 和这个更加多的人, 是因为战争为沉浓, 而是变得更加困苦, 或者是, 可能是被迫离开自己家园, 被迫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 在乌克兰呢, 亦都要说, 战争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乌克兰已经超过60万的人, 就是流离失所, 就要被迫离开家园, 应该是去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是, 波尔多, 罗马尼, 捷克波兰, 去避难, 我希望这些灾难, 不会再在人类历史上发生。